驾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會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當我們走完了人間仙境之外 下午我們要參觀一個 也是集市文明的 哥德寺的一個科隆大教堂 所以這個時候真的是 秋天是最適合旅行的一個時節 所以我們在法國的 在歐洲的四個小國 我們都是選它最經典最美麗的地方 所以第一下一個 我們要進入科隆大教堂 那我們會進到裡面去參觀 我們也會看到 這個科隆大教堂裡面有純淨的裝飾 還有各式精美的文物 會看到金銀寶石象牙製品 還有做禮拜穿的那個聖衣 那大家開始準備用餐了 用餐完以後 哇這個是德國豬腳 今天中午安排的就是德國豬腳大餐 這也是說來到德國一定要吃的 哇很Q的耶 好吃 因為吃飽飯就要去科隆 現在在科隆 我們來英和當中一定會安排一個 德國豬腳 德國豬腳 胖媽媽 胖媽媽的餐廳 德國豬腳 沒吃豬腳 這是吃素的 所以出國觀光 吃素一定沒有問題 哇 每一家餐廳都很浪漫 都在風景最漂亮的地方 可以一邊用餐 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風光 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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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騎 這是我們的德國豬腳大餐 很嗨 今天大家都很嗨 連我在鏡頭前面我也很嗨 因為這個景色真的是非常的迷人 風光明媚 包括已經下船了 還是這麼的美麗這麼的宜人 真的超浪漫的一趟旅遊 所以這個人家說 無名儀式的萊茵河 不來 不來一趟 也是 枉廢我們愛力遊者 中午的德國豬腳 已經吃完了 我們又沿著萊茵河要到柯隆來 我們要去看柯隆大教堂 沿途景色非常的秀麗 也可以說壯觀 看到古色古香的古堡 還有德國人的浪漫 我們常常在說法國人很浪漫 我說不是 其實德國人是比法國浪漫的 如果你走了德國又走了法國 你的感覺 你會覺得德國人是很浪漫的 這個時候你都沒有看到人 只有看到這樣的景色 你是不是會覺得 這是一個浪漫的國度 確實是浪漫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選擇 經典的遊城 不會說到哪一個國家 我們一定到德國 我們經過 然後這一段最經典 最美麗的遊城 就在這裡 每一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一定會推出 我還是建議你們用秋天來玩 德國是非常的浪漫 而且這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一個國度 我們已經來到了科隆大教堂 這個是非常有名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這個是世界上最高的兩個尖塔 它的塔高有157.38米 然後正好火車開過去 又顯得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要談到科隆大教堂的歷史 真的要談很久很久 那我大概就是簡述一下 就是科隆大教堂 它是在1000年1248年 一直到1880年建成了 經過了七個世紀 他們都用同樣的信仰 跟非常忠誠的 研定的計劃 敵廖以自身持有的價值 包括藝術價值外 他表現的是歐洲的基督教的力量 以耐力 他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也是被破壞的 隨後很快就修復了 那在這個科隆大教堂 他的建築的面積大概就是6000米 他現在還算是世界 還是世界最高的一個教堂 那當然裡面有保存一些 非常珍貴的 非常珍貴的裡面的一些有價值的 包括他們的戰利品都在裡面 然後要談到他的歷史背景 要由785年 羅馬天主教會開始設置 那個主教的時候 來迎合交易中心發展起來的時候 這個曾經是 威斯特法輪大主教的土地 然後科隆的宗教就開始 由這個地方開始發展 所以為什麼說科隆這個教堂 這個建築的興建 他們也曾經說 他是北方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歐洲人都要到這個地方 來朝聖的一個地方 所以談到科隆大教堂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不得了 所以由於科隆這個地方 是東西歐貿易的重心 也是中古四季的德國最大的城市 所以這個貿易的興起 人家說一個地方要大賺錢 在這裡我們就一定要來這個廟 就這樣替他朝聖來這裡許願來這裡拜 有賺錢 這個這裡的寺廟就一定會興奉 所以說這個廟就是 我們由這個七百八十五年開始 就可以來講到現在 所以說只要去這間 他就經過七個世紀了 經過七個世紀 要講他要講很久很久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 這也是一個非常很冷的 很冷靜的一個高等 所以他們在這裡都一定會來這裡朝聖 所以他們太說改取名 他是後幾位耶路撒冷的 就像說我們去以色列 去耶路撒冷一樣去朝聖 所以整個歐洲人來到 在歐洲 這科隆大教堂 是他們必定的朝聖之地 所以你看他真的是精雕細琢 在每一個每一個教堂 都是這麼的莊嚴 同一道理 也許是 非常有,非常好 有,很高峰 我們 有,會 歐洲